籃球 籃球改變了我的一生 也讓我在大陸 在湖南 在澄州 開始新的人生 我叫廖楚翔 台灣高雄人 那我是去年3月16號來到澄州 來了這裡已經一年多了 現在在這邊擔任是俱樂部的一個主教練 因為沒有人說一定做得到或做不到 但如果我們自己都沒有自信的話 你怎麼跟他拚 所以我要你現在就要兇狠一點 你在對抗的時候不要把自己當隊友跟學長學弟 你養成這種習慣 比賽的時候你不會怕 籃球在我這生命當中 它重點是一個對我人生的一個機會 也是我的未來 在球場上可以讓我感覺到 我跟人家不一樣 我也不會比人家差 因為在球場上得到的自信是展現自己 也讓很多人可以認識我 籃球 不只有打籃球 籃球可以讓你學習很多 我們今天來到平鄉山上的一個小學 我們今天就是要做一些夢想工藝列車的 快快快速度速度 因為偏鄉地區往往失之不夠 訓練器材也不夠 所以有可能在訓練上 體驗上完全是沒辦法享受到一些真正籃球的樂趣 所以今天我們整個教練團隊帶過去那邊 這是我們的第一站 我也希望未來有第二站第三站的一直下去 再一次再一次 在這方面的專業指導 所以籃球這一塊沒有很大的突破 通過這節課 學生呢 學會了很多 我想有些孩子可能會通過這節課 會喜歡上籃球 我希望在這邊用籃球來幫助這裡的孩子們開啟未來 甚至可以通過這個平台 讓兩岸的青少年籃球 可以有更好的一個交流 一起創造屬於我們之間的未來